痛快打蛇這個環節 不經不覺已經到第五集 過去幾集我們都討論過 山蛇其實跟我們的免疫力下降有密切的關係 長期病患他們的免疫力一定比普通人弱 尤其是可能心血管病都是一種長期病患 我們今天就請來心臟專科醫生董光達醫生 跟我們講解一下山蛇和心血管的關係 Hello董醫生 Hello菁姐 好 那我們不如先了解一下心臟病 裡面有多少個範疇 然後再講跟山蛇的關係 心臟病其實是一個很大範 很多種不同類型的疾病 最常見大家會知道的就是心血管病 就是心臟裡面的一些血管 我們叫做冠狀動物 他們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令它收窄了 這些我們叫做冠心病 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另外第二類其實就是很多人會有心律問題 就是心律不正 包括可能最近比較多人會討論的就是心房戰動等等的現象 還有一些就是心臟功能的問題 就是心臟衰竭 聽過一些人可能行動很容易氣喘 腳腫等等 這些都是心臟因為泵血泵得不好 或者舒張得不好 而令到它沒有那麼有效的令到血液循環可以進行到 我聽過有些心肌緊塞 心肌緊塞就是一個急性心臟病法的一種 它就是心臟那些冠狀動物的血管 突然之間因為有些血塊在血管裡面形成了 塞住了血管 那心臟有些地方會沒有血道 當它沒有血道的時候 肌肉就會壞死了 因為你不給它沒有氧氣 它就會壞死 壞死了就叫做心肌緊塞 很多人俗稱心臟病發 甚至乎很多撤死的個案其實都是心肌緊塞 那中風又是屬於哪一類 中風都是血管病 不過就不是心臟的血管 而是腦裡面的血管 那當腦裡面的血管出現了一些生失的情況 令到腦有部份沒有血道 那就會是中風 但是中風分開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血管塞了的缺血性中風 第二類就是血管因為不同的原因 包括可能肥皮壓很高 有些血管畸形而導致它有些撕裂 令到血滲出來 有血塊形成的出血性中風 那我們剛才講過的種種病 譬如包括血管的病 心臟病 這些是不是都真的會令到一個人的免疫力是降低的 比起普通人更加差的 長期病患一般我們都知道 是會令到病人的免疫力是會變差的 那當然每個病都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每個人的表徵 每個人的帶來的影響其實都會有不同的 那跟生蛇有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生蛇其實有不同的誘因 其中一件事我們知道 就是當免疫力低的時候 你會特別容易生蛇 但是伴隨著心臟病的人士 其實是不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有其他一些長期病患 譬如三高問題 譬如或者糖尿問題 你講的是冠心病的誘因 那三高確實是很重要的誘因 也都是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當我們知道病人有冠心病 心血管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很針對性需要去治療的 那血壓高 那血壓高我們都知道 我們一定要控制好它 糖尿是一個很重要的誘因 那高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當病人患有糖尿病的時候 我們是治療的方向 其實等同它有冠心病 那不重要的了 就是我們給它很緊的 就是要捉得它很緊的 那膽固醇高 固然我們知道 那些血管收窄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血管裡面 會收窄的那些斑塊 其實很多是膽固醇來的 那所以膽固醇的控制 同樣地都在冠心病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誘因 我們之前那幾集都講過 一些水痘的病毒 就是引起生蛇的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而這些的病毒 通常是潛伏在神經線附近 那神經線和血管的距離又是怎樣 還有會不會在神經線貼著 然後貼著血管這樣有沒有影響 即是血管都會生蛇 會不會啊醫生 其實神經線和血管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那當然你說神經線很多都跟血管很接近 因為其實神經線已經去到身體的不同的角落 跟血管一樣的 那每個地方都需要有神經線 也都需要有血管的 那但是神經線 就不會無緣無故走去跳到血管裡的 不過生蛇呢 確實是真的會增加心血管病的風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當身體有嚴症出現的時候 其實血管的內壁都可以受嚴症影響 容易發炎的 即是血管都會發炎 你的意思 是啊 血管裡面是可以發炎的 那些內壁可以發炎 那其實血管內壁的發炎是我們知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血管會有一些破損 為什麼膽固醇會積聚下去 為什麼斑腹會形成 還有最後一步 為什麼心血管會有血塊形成 塞住一條血管呢 其實都跟血管內壁的發炎是很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它會發炎 為什麼會發炎 因為其實當你身體有其他嚴症出現的時候 身體一些嚴症的一些因子就會升高了 所以其實身體在有嚴症發生的時候 所有地方發炎的機會都會高了 我們會不會不回意的 血管發炎的時候 血管發炎其實你可能真的完全不知道 不過當你有嚴症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時候 你血管裡面有發炎的機會是高很多的 所以我們盡量希望預防一些嚴症的出現 無論是不同的感染 一些可能復計發性 復發性的一些發炎的一些情況 我們都希望盡量去預防 那剛剛董醫生你講到 血管還血管 神經還神經 它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但是其實在身體裡面 在我的身體裡面 它都是鄰居來的 那我會 我以為是 血管有事 原來我生蛇都不知道 我以為血管有問題 原來是旁邊神經痛 那這個絕對是會有這樣撈亂的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個案子 絕對會有撈亂的 但是撈亂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不知道是神經線發炎 還是血管發炎 我只是覺得是拿著拿著 因為病人覺得心口有痛的感覺 兩種痛的感覺其實很不同 生蛇的痛 一般是神經線的痛 是很刺痛 很尖銳的 心臟病 真的是心繞痛 觀心病的痛 通常是一些 好像你這樣講 是一些心繞痛 好像攪著攪著 攪著攪著攪著 壓著壓著 所以其實兩種痛 是很不同的痛 即是一種是 壓著壓著 拿著拿著 一種是刺著刺著 是的 針刺刀割 那樣的感覺很尖銳的 但是病人未必懂得分 所以其實他可能會因為他自己胸口痛 就以為自己是心臟問題 要去看醫生 那我們就要幫病人找回病原 其實不是 你現在點點水泡在那裡了 其實你是生蛇 通常你透過什麼手法去分辨到 他們是什麼病原 病力很重要 我們知道你的痛 剛才講過 症狀到底是哪個位置 感覺是怎麼樣 什麼原因令他痛 譬如說 心繞痛 很多時候我們做粗重的事情 譬如說你可能走樓梯 上斜坡 拿重東西的時候 會特別不舒服的 可能你休息一會會鬆 但生蛇痛會持續的 基本上你一直有水泡 繼續生蛇的時候 你可以痛很長的時間 痛幾天 甚至乎你痛完那幾天生蛇 熬過了之後 其實你都知道一些合避症 就是一些長期的神經線的痛症 可以痛很多年都可以 所以這些是病歷上我們知道 第二當然就是要幫病人做檢查 它痛的位置 你看到一個個水泡 你都知道 其實這個是皮膚上面 就是一些神經線 一些生蛇的原因令到他有痛 而不是因為心血管的問題 再次當然就是幫病人做其他不同的檢查 比如心電頭 抽血等等 這些都是幫我們分裂 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型的問題 令到他心口痛 醫生 聽說心臟病是會有遺傳性的 那生蛇又有沒有遺傳性的 生蛇很有趣 真的發覺原來家裡有人生蛇 生蛇的風險會高了 是不是感染 是感染來的 不是真的遺傳下去的 即不是DNA 不是的 不過因為生蛇都有不同的誘因 其中一個就是說 可能是一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這個可能跟你家裡本身家族 會不會有些遺傳性 影響到免疫系統的病 可能有關係 或者有些家族遺傳 就是爹地有高血壓 兒子都容易高血壓 爹地有糖尿病 原來下一代又容易有 即是你可能慢性病 增加了你的風險 即是有些原因 但就不是直接把病毒遺傳下去 明白明白 但又有些報告研究說 生蛇都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是不是 是 沒錯 生蛇確實可以增加心臟病發的風險 亦都可以增加中風的風險 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都是因為血管內壁發炎 還有很多時候 當我們感染有些炎症的時候 其實身體本身的型血系統 都會好像超時高壓地運作 即是它會令身體容易有血塊形成 即是它加班 它加班 容易塞一些血管 所以本身在驗證的時候 這些血管病的風險都是高了的 好 我們認識了生蛇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去預防這個問題 預防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真的做到的事情不多 很被動 你說今時今日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主要是打疫苗 我們希望透過打疫苗 可以將你的生蛇的機會可以減低 預防來說這個是非常之有效 反而你說生蛇的時候 都希望盡快去求醫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生蛇 頭三天你去看醫生 及時我們可以給予一些抗病毒藥 其實可以大大減低後遺症的風險 即是那些譬如慢性的痛症 是可以大大減低的 即是有見到 不用見到有水泡才去找醫生 都遲了是不是 是 你覺得對的 很多時候一開始 其實病是先感覺到痛 痛了可能一兩天之後 那些水泡才開始出現 當然去到很開頭的時間 沒有水泡 診斷上的難度是會高很多的 那就要看一下當時那個病人 形容自己的精狀有多準確 醫生可能他有沒有考慮這個診斷的可能性 等等 所以是覺得突然間有些神經痛 還要是刺痛刺痛刀割的那種感覺 都應該不中亦不軟的了 不過你說偶爾有些刺痛就未必是 不過通常生蛇的痛會幾厲害 我想你有朋友生過蛇 你知道那個痛症其實很厲害 不是說小小刺一刺 不是這麼簡單 醫生剛才都提過了 打了蛇針 那他生蛇的機率低了 但是都不代表百分百是不會生蛇 那麼一個有打蛇針 一個沒有打蛇針 他當他生蛇的時候 他們的癥狀會不會有很大分別 會有不同的 你如果打了蛇針的話 其實你的病徵會不會這麼厲害 而後衛症的機會都可以減低 即是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預防性於治療 因為有研究指出 說接種了這些生蛇的疫苗 即打了蛇針 可以降低中風的風險 有一成六那麼多 真的都是一個機率 沒錯 如果能夠打蛇針 對生蛇有一個免疫的作用 那為什麼不打呢 是啊 除了中風之外 其實都可以減低心臟病發的機會 所以其實心臟學院都建議 美國心臟學院都建議大家去打蛇針 可以減低心臟病發的機率 因為就是 其實就是減少發炎 因為其實生完蛇之後 然後呢 頭過三十我都發覺 原來一些研究出現了 是有三至四成增加了心肌緊失的機會 那你可以避免出現 自然你就可以把這個病發作的機會減低 那就是說有心理血管病的患者 其實他生蛇之後 住院治療的風險可能都是高了 那生蛇很多時候 一般來說是不需要住院的 除非你真的有很嚴重的病發症 譬如皮膚都爛了 嚴重的感染 那但是 如果他本身已經有心臟病了 如果他本身有心臟病 壓力第一 已經令到他增加了風險了 因為痛 不舒服 緊張 擔心 都會令到你容易心臟病發作 那第二就是 嚴症其實都會令到心臟的血管可能影響到 那他本身的血管已經差了 他再發炎 再有些血肺形成 塞一塞他 那他就有機會心機緊實了 所以真的要對症下藥 還有要預防性於治療 病向淺中醫 因為本身有心臟病 你已經是屬於高危的一族 一個小小感冒其實都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何況生蛇 是 感冒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嗯 我有聽過說有人坐坐車 突然間打了一個癡痴 這樣就中了風了 那個就 我不可以就這個這麼簡單的病來的評論 不過理論上 當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可以影響到 第一就是你那個不舒服 會不會已經是跟發生的病 是本身有關係呢 第二他打個蝦癡 如果真的有嚴症 例如傷風感冒也好 一些嚴症都會增加了血管病病 病發的風險 可以 第三就是會不會那一下 其實那個血壓可能突然之間很大的波動的變動 而令到中風的風險增加了 但是 就沒有這麼簡單的病例 我就無法告訴你 是不是有關係呢 是的 因為有些報道也都說過 有一些劇烈的運動 雖然我們說要防病 都是要做多些運動 或者長期是要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 但是也都試過 有一些是很年輕的 三四十歲 突然間一跳高殺個球 羽毛球 都試過不止一個個案 是突然間撤死的 撤死的個案真的任何時間都可以發生的 其實不用說打羽毛球 其實每年香港跑馬拉松 都有不少個個案會出現 其實以往我們都見到的 有很多個案真的完全沒有徵狀 他是完全不知道 那次跑完馬拉松 跑到尾了 真的很粗魯的時候 心機緊濕 心臟病發 然後心率不正常 所以暈倒了 然後幸好被人救得了 有些個案其實很有趣的 我們跟他通波仔做手術 開了一些血管的時候 他們幸好被人救得了 問他的病歷之後 才知道其實原來他之前也有些不舒服的 只不過他不為意 因為覺得我跑馬拉松沒有東西 所以他完全不理 即不理他自己身體給他的警號 所以才會出現了撤死的情況 好 留意自己身體的一些警號 千萬不要忽視自己身體每一個小小的情況 還有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心臟病的歷史 或者已經是心臟病患者 就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免疫系統 要好好保護 也有些疾病可以預防 例如生蛇 你可以打定一支針 預防它發生 大家一定要參考一下醫生的建議 也記得我們的slogan 就是與其打蛇不如防蛇 蛇針幫到你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